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自古莫不如此 这门婚事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得答应 爹 我不答应 你为什么不答应 难道你是另有所终吗 您可以这样说 但我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你要明白 你是中国人 而他是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样 中国人又怎么样呢 我们没有义务在个人感情上 还要去承担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 混蛋 老爷 消消气 小消气 爹 也许 从我回宫那天起 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以前 在我的心里只有薄源 他挡住了一切 而现在我知道他走了 我发现在他的身后 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 他是日本人 而我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爱他 就像您一样 您可以围着心去做他的买办 而我不能围着心去做一个逃避者 我知道 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去承担这一切 你 卖报 终日签订 天津日本宗地条款 卖报 卖报 租界已经按照我们的意愿划定了 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日本在中国的国土 我们要把它建设得像东京 像银座一样繁荣 你们都是大日本优秀的商人 这里是你们施展才干的地方 现在 天津官府正在按条约规定 组织这里的华人拆迁 日本也在组织侨民来华 你们所报上来的方案 可以分头实施了 政府期待着你们 大和民族期待着你们 期待着你们早日把租界建设得美丽繁荣 进来 是 士郡 有什么好消息吗 顾夫 银根开始吃紧了 银根吃紧 今天的前世上杨黎忽然涨了八户 我又跑了十几家大票号 今天的汇水涨到了一两多 甚至日盛昌等山西票号的汇水涨到了二两 士郡 你找过原因了吗 一方面收购土货临近秋旺季节 各商好虚款逐步增多 另一方面 顾夫 您看 又迷城 兴家牧场果然在那 走 走 快点 来 慢点 至此 我的那笔大声音马上就要成功了 我也是 我正准备在利盛德饭店举行一次空前的宴会宣布我的今世之作呢 是吗 现在我可以不瞒你了 你猜猜看 我的生意做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猜得出来啊 你告诉我 在日租界 日租界 是啊 你没有看今天的时报吧 上面划定日租界的四字里就有我的生意在 你的什么生意 地产呢 地产 是啊 在哪儿 在溜米厂和兴家牧场一带 在日租界规划的方案里面 这一带是重要的地方 也是续接的中心地带嘛 至此 你怎么了 至此 你怎么了 至此 怎么了你说话呀 至此 我的大生意就是续接的开发权 我的今世之作就是续接的设计方案 我的今世之作就是续接的设计方案 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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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等 今天前世上 惠水和杨离突然看涨了 这是个兆头吧 什么兆头啊 银根 会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大幅度的大幅度的大幅度呢 紧缩呢 紧缩我看是会紧缩的 但我想不会太大 何以见得呀 你想啊 他一个日租界就能够刺激起前世来吗 一千五百亩的日租界 开发起来需要用工用料用车马等等等等 都需要花钱 这些钱花的都是日本人的钱 他对我们前世能有什么刺激呢 日本洋行可以吸纳中国人的存款吧 我那儿不就盘存着几十万两吗 你那儿 倒是个例外 你想啊 从甲午海战到马关条约 好嘛 现在又来了个日租界 中国人谁不对小日本憋着一肚子气 你再来看看 咱们天津那些日本浪人 不是今天砸酒馆 他就是明天砸戏园子 横行霸道 胡作非为 咱们天津人都恨得牙痒痒 再说了 日本洋行又是出来乍到毫无信用可言 谁还有钱肯存到日本洋行去 至于你那儿有人肯去存钱 那你才冲着谁啊 那是冲着你老弟 左腾为什么能看中你呢 说白了 他是看中你在天津的牌子和信用啊 他在这儿子里面 说明天津的你 你们再来吧 我去尴租 那是个字幕 开始参香 现在那边 我并非为了 你先过来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咱们是同行 毕姓杨 是日本旭东洋行的华账房 有事吗 于掌柜 是这样的 咱们的旭街不是有方案了吗 据说那是将来日苏界最繁华的一条街 所以毕号想在旭街购置一块地皮 你购置地皮预作何用 不瞒于掌柜 毕号想在旭街建造天津最大最高级的烟馆和妓院 杨先生 我想您也是天津人吧 您就为您的子孙后代留点德吧 这 于掌柜 这是从何说起啊 对不起 本方不办理缺德业务 您请便 好了 杨先生刘夏军 请不必再说了 我的旭街是一条文明之街 不是藏无纳垢之地 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那儿建烟馆和妓院的 质子小姐 您是不是嫌我们出的地价太低了 我和柳夏军商量了 我们可以再提两成 只要是建烟馆 妓院 这些有爱文明的项目 无论你出多少价钱 我都不会同意的 柳夏军 我还有事 你们请便吧 柳夏告辞 质子小姐 你找我 于掌柜 龙今现在的药物是开发续街 而位于续街腹部的流米厂和行家牧厂的产权 还没有转移过来 请你们华账房 赶紧找产权人办理移交手续 请问地价如何商定呢 以于掌柜之间呢 租借条款公布之前 或许可以拉低来谈 现在租借条款已经公布出来 地价必然是望风而涨啊 可以高出租借条款的一等地价 但最高不能够高出一倍 你告诉他 如果他不允许 到时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恐怕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价了 老夫尽力而为 龙今就要开发续街了 天津又多了一个租借 在自己的地盘上 干着开发租借的事 这心里头 真不知什么滋味 哎 我就纳闷啊 这么大的中国 这么多的中国人 怎么就叫小日本给欺负成这样 哎 一千五百亩地呀 就这么画给了人家 成了人家的地盘 这 这哪里还有公里 这就是国家平均落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加快步伐开办实业 走实业强国之路 国家富强了 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是啊 必先富而后能强啊 爹 龙今开发续街 什么时候动工啊 快了 这不是让我去办理六米厂 和刑家牧场的地场吗 哎 哎 哎 让办法去办理啊 是啊 我明天就去 是谁让您去的 还能有谁 是质子 要是这样 您就没必要去了 因为 刑家牧场和刘密厂的地主是我 所以你不过要去的 我还能够去看 是什么 我可以做 您的想法 没有 我可以做 没有 我再没想到 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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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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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